为了打上云蓝宗找云山报仇 硝烟集结了一大批高手 炼化陨落星炎之后 硝烟的实力得到了突飞猛进的提升 第三次打上云蓝宗时候 硝烟已经变成了一位斗王强者 虽说斗王之下皆为蝼蚁 但在斗宗强者眼里 就算斗王强者也如同蝼蚁一般弱小 区区斗王根本不会放在眼里 熟悉剧情的小伙伴都知道 这一战之后 云山就会下线领合范 因为他会被硝烟活活打死 那么问题来了 硝烟打死云山的时候 他的实力到底有多强 之前我们简单解读了一下 硝烟打死云山的整个过程 为了干掉云山 硝烟会使出毕生绝血 一口气释放了六个大招 云山被三色火莲炸成重伤之后 硝烟赤手空拳冲了上去 硬是活生生打死了云山 首先我们要知道 斗王肯定不是云山的对手 因为时间又过了三年 云山的实力也提升了不少 如果说云山之前还是一星斗宗 靠着三年时间的修炼 此时的云山说不定已经变成了二星斗宗 就算硝烟处于斗王巅峰的实力 他也不是云山的对手 其次 硝烟的实力肯定达不到斗尊 如果硝烟开挂可以变成斗尊强者 那就不需要释放三色火莲 光是赤手空拳就可以活活打死云山 如此一来 硝烟的实力应该处于斗王和斗宗之间 从以往的战斗经历来看 硝烟想要获得斗宗战力 还需要要老帮忙才行 不过第三次打上云兰宗的时候出现了一点小意外 魂殿的误护法也在这里 为了牵制误护法 要老使用灵魂体大战误护法 根本没办法顾及硝烟 因此硝烟只有靠自己的实力对付云山 按照小说的设定 失去要老的加持 硝烟根本不可能发挥斗宗的实力 为了战胜云山 硝烟还是提升了一些战力 短暂提升战力的功法只有天火三旋变 但硝烟没有使用青莲变 而是使出了威力更猛的琉璃变 因为硝烟已经炼化了雨若新年 融合两种一伙之后 硝烟获得了全新的琉璃火 琉璃变可以在短时间之内迅速提升实力 由于硝烟之前已经处于斗王巅峰的水平 经过琉璃变提升之后 硝烟的表面实力竟然达到了五星斗皇 只可惜 即便五星斗皇也不敢在斗宗面前叫嚣 和一般的斗者不同 通过修炼焚绝和灵量洗水 硝烟的肉体已经达到了斗皇巅峰的水准 如此一来 硝烟和云山的差距就只有一两个等级 毕竟硝烟还有两个特殊的人设 他们分别是同等级无敌和越技挑战 配合一些特殊的斗技和底牌 比如地应爵和三色佛怒火点 云山自然不是硝烟的对手 最后还是死在了硝烟的手上